各位网路上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介绍五奇心 五奇这颗心呢 它的阴阳五行是心经 心属阴 是阴经 这颗心呢 是别斗的正要心 就是属于别斗的心层中的主心之一 那么五奇这颗心三大特质 第一个 它是一颗降心 第二 它是一颗寡数之心 第三 它是一颗财博主 我们能掌握 这颗心的三大特质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论述 当你的命宫 有五奇心 五奇心 落在你的命宫 我们可以 这样的具体的陈述 第一颗 第一颗 代表我本人 性刚苟结 心直无睹 气量宽洪 但是做事情 往往要求的是 速占速解 因此相对来说 比较五奇心做命的人 比较没有深谋眼力 另外 也代表五奇心在命宫的人 往往对于任何人事物 有不无数的坚持 相对来说 主观意识比较高张 这都是五奇心 它第一个特质 就是一颗降心 五奇心是一颗 大将军 是个降心 落在你的命宫 当然代表这一辈子的我 刚刚已经陈述过了 性刚苟结 因为降心在你的命宫 命宫可以论个性 个性必然呈现的 所谓的性刚苟结 个性比较刚 做事情 相当的果断 明快 那么这颗降心呢 除了呈现的性刚苟结之外 也代表 也代表五奇心在命宫的人 所谓心直无独 气量宽宏 虽然他个性很肯 但是这种性刚所呈现的 往往是刀子口 豆腐心 所谓刀子口 就是他呈现 这种性刚苟结 是非常明朗的线条 个性相当的刚 叫做刀子口 切是豆腐心 也就是刚刚陈述的 心直无独 这种刀子口 豆腐心 这种心直无独 我们可以用俗话 来表达 就是 所谓的五奇心在命宫的人 没有隔夜愁 磨磨 个性刚 脾气一花 明天就忘记了 叫做没有隔夜愁 是属于刀子口 豆腐心 所以五奇心 他第一个特质 代表性感苟结 也表辰 这种性感苟结的特质 是心直无独 是刀子口 豆腐心 没有隔夜愁 因此呈现的是 气量宽宏 这是五奇心在命宫 个性论 另外 也代表 五奇心在命宫的人 他做事情 多想 数战数捷 想到就要去做 去做了 又想很短的时间 把它完成 因此 因此五奇心在命宫人 相对就是 比较没有 深魔眼力 另外一点 五奇心既是将心 在命宫 这种往往对任人 人事物 有不服输的 坚持 也就是主观意识 比较高张 第二点 五奇心在命宫的人 命宫就代表 这辈子的我 往往主有才 因为五奇心的 第二个特质 就是财博主 他是紫威斗树的 第一颗大财心 落在我的命宫 就代表 这辈子的我 主有才 不过五奇心的财博主 这种有才 往往是要付出 劳心 劳力 而得的 正财 所以五奇心是财博主 是紫威斗树的 第一颗大财心 当然也是属于正财 正财心 所以五奇心在命宫 第二点 具体的陈述 就是这辈子的我 往往主有才 但归属于 要付出 劳心劳力 而得的 正财 这是五奇心 在命宫 我们可以 具体的陈述 就是 刚刚这两点的贵纳 再来我们要来说明的是 五奇心另一个特质 它就是一颗寡树之心 所以这里我们要先跟各位谈一谈 这颗五奇心 是一颗 所谓的 宜兰 不已迷的 星辰 这个意思就是说 五奇心在命宫 在兰世的命宫 还好吧 因为 我们前面有讲过 这种阴阳的道理 是一个相对论 这种阴阳的道理 是一个相对论 女生属阴 男生属阳 阳也属刚 你 阴 是女生 是阻容 刚容 就是相对论 强弱 或者是动静 总而言之 阴阳的道理 就是相对论 而这颗五奇心 它是一个降心 刚刚已经 做了很详尽的陈述 个性比较刚 性刚苟洁 心直无独 气量宽容 即使性刚苟洁 男生属阳 主刚 所以还好 宜然 那么不于你 是因为 女生的命功 假如有五奇心 也代表这位你是 性刚果结 但是我们知道 宇宙的道理 是一阴一阳的道理 他是女生 属阴 本来要阻挪 但是五奇心在命功 性刚果结 所以叫做不宜 女生 五奇心在 女生的命功 不理想 而自古以来 易经的道理 宇宙的道理 阴阳的道理 蓝领的关系 一定是以挪克刚 而不是以刚 克刚 所以 这位女士 假如五奇作命 性刚 则她的蓝领关系 包括夫妻关系 必然有强烈的 真质摩擦 因为 两肛 想碰 两肛 想撞 必定 擦出 强烈的 真质摩擦的 火花 所以 才叫做 宜然 不宜你 那么 五奇心 另一个特质 就是一颗 寡宿之心 但是 在这里 我要跟各位 做说明的是 女士的 五奇心 在命功 是要有 化迹 是要有 化迹 五奇是心 化迹是相 命功 是功 这一门 命理学 就是一门 功向心 三合一的 完整解义型 所以 除了刚刚讲的 宜然不宜你之外 讲到 五奇心 在你世的命功 请注意哦 一定要有化迹 才算 算什么呢 算 是一颗 寡宿之心 在命功 所谓 寡宿之心 在命功 就是 不利 于配偶 婚姓 婚姓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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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是 会物财 地链 也就是家庭 婚姻 常常有物财地廉 常常会引爆家庭的混乱 所谓大则破烂 小则连语 这是武奇心在女士的命宫 我们要特别说明的 除非这位女士 她能借后天的修身养性 回归到自然的角色 所谓回归到自然的角色 就是毕竟女生属婴主浓 所谓回归到自然的角色 就是以浓刻钢 以理性包容成熟 温柔 把先生的钢 整个淹没了 则婚姻的幸福 就可期待 那么我们已经掌握 这一颗心的特质 我们也做了武奇心在命宫 无论是男士的命宫 女士的命宫 我们做了继续的陈述 跟详尽的报告 同时 我们也做深入的剖析 武奇在女士的命宫 所谓宜兰布女的一颗心尘 在女士的命宫 我们也做了深入的剖析 就是要回归自然的角色 就是要借后天的修身养性 所谓以浓刻钢 就是以理性包容成熟 跟温柔 把现身的阳刚淹没了 也就是我常强调的 紫围朵素命运行 是一门人生哲学 我得的像素是如何 我命宫得的心尘又是如何 我们除了执命 还要到立命 这就是一颗心尘的 深入剖析 好 再来 我们要介绍 这颗心的事务行业论 金融机构 因为武奇心 是财宝主 所以从事的行业 往往跟金融机构 比如说银行 合作社 或者政务机构里面的 官务税务国税级 或者一般民间的保险公司 都是适合的行业 第二点 凡是可供生产用的五金七级 我们知道这颗心是属印金 属金 这种属金 就是跟五金七级有关 另外 他是一颗财宝主 刚刚也记得陈述过 是指挥斗出的第一颗大财心 所以武奇心在命宫 这一辈子我主有财 但这种财是属于要付出劳心劳力 而得的正财 所以武奇心 他属金 是财宝主 所以事务行业论的事务论 就是可供生产用的 所谓生产用的就是赚钱 的五金七级 像工厂的机器 他就属五金嘛 工厂的七级 工作的母鸡 挖土鸡 龙根鸡 这些都是用来赚钱的 五金七级 五金七级 另外这颗心 也象征着工厂 或商店 所共办的土地工 所以在这里 我也来做个说明 这个一般 习俗的 所谓的土地工 有两种 一种是开商店 开工厂 所共败的土地工 就是保佑你会赚钱的土地工 这在紫微斗数的星辰来说 是属于武奇心 这是第一种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一般 庙 无论是大庙小庙 所共败的土地工 是庇佑你 平安 的土地工 这一类的土地工 这一类的土地工 就我们紫微斗数的星辰来说 它是属于天同星 这是基本的二分法 好 这一颗星 代表着 极恶症状论 任何一颗星的 极恶症状论 都是以那颗星的阴阳五行 而言 无疾症状论 是心经 是阴经 所以它的症状论 就是跟 肺 胸腔 肺 一直到气管 到喉咙 到鼻子 这一系列的 我们概括的说 叫做呼吸系统的疾病 所以五齐一化剂 往往胸腔 或者是喉咙 或者是鼻子 就是呼吸系统的疾病 比如说像 肺结核 捞伤 热血 咳嗽 感冒 喉咙 喉咙痛 皮痘炎 或者皮蜜蜂 等等的症状 都归属于五齐化剂 在这里也顺便 跟各位谈的一点是 我们的症状 我们的症状 基本上 有指挥心 系列的症状 跟天无心 系列的症状 只为心系列的症状 是重症 而天无心 系列的症状 是重症 所谓指挥心 系列的症状 是重症 这个意思就是 你命宫里面的症状 假如归属于指挥心 系列的症状 都重在于外形 就以今天五齐心 假如在你的命宫 因为五齐心是属于指挥心 系列的 所谓重症 就是指他的五官 面貌 指挥心系列的心臣 能呈现出五官面貌 五齐心在命宫的人 就五官面向邪来说 就凸显 这个鼻子 所以刚刚讲的 急恶症状论 就是从胸腔 喉咙 到鼻子 的呼吸系统的疾病 但胸腔看不到 喉咙看不到 鼻子看得到 所以五齐心 假如在命宫的人 尤其是五齐 又有话前 代表他的鼻子 比较龙 比较挺 比较薄 五齐是心 化前是相 命宫是宫 这门命宫就是一门 功向心三合一 而五齐心 属于指挥心 系列的心臣 重心 而化前 就是龙挺薄 这个路全科技 都有他的象征 路代表 扩大 扩散 全代表 龙挺薄 可代表 细 小 桥 或宅 既代表 修炼 手术 所以五齐心 既是指挥心 系列的心臣 重心 就是指他的鼻子 假如在 配化前 他的鼻子 比较 比较 比较挺 比较薄 那么天五心 系列的 不是重心 不是在论述五官 是在论述 那一颗心 的直 譬如说 叹音心 在兰师的命功 不是在论他的五官 是论这个人的特质 除了比较有 拟能之言 也比较有 得拟能之助 而最重要的 一个特质是 在动作上 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点 你能扭捏 自己的 特质 严重的话 叫做两两腔 那么我们前面 介绍过的 直微心 当然属于直微心 系列的心臣 论他的五官面相 就是兰师来说 比较相貌 堂堂 绝对不会 张头鼠目 你是直微心 做命 也是重心 就是指 他的外貌 看起来 就是 具有贵气之灵 那么天机心 在命功的人 天机也是属于 直微心系列的心臣 天机心是 兄弟族 就五官面相来说 就是指眉毛 眉毛就是表真兄弟 姐妹 所以天机做命的人 眉毛往往是细细弯弯的 那么就以徐老师的 眉毛来说 当然一定不是天机做命 比较融 比较粗 这是我们顺便跟各位 做一个直微斗数的 心臣 的辨证 那么这颗心 论婚姻 桃花 因为它是一个将心 是个性使然 所以 无论在婚姻 或桃花 比较少有情调 当然最好是 夫妻相差九岁以上 因为面对太太小九岁以上 就比较 相对来说 就比较具包容性 这是这颗心的婚姻桃花论 我们既然已经掌握了 这颗五极星的三大特质之后 接着是五极星 在斗数的命盘 十二弓 跟其他祖星的排列组合 当然我们已经 掌握了研究的技巧 就是化环为景 因此 我们说 五极星 假如是在子宫 是你的命宫的话 同宫有天福 而对宫 有七煞星 来跟他相互回应 也相互影响 在某宫 五极星 做命的话 同宫有七煞 而对宫有天福 反之 亦然 就是你的命宫 在武宫有五极星 同宫有天福 而对宫有七煞 在有宫 做命的话 同宫有七煞 而对宫有天福 所以我们很清晰的 可以掌握到 这一颗五极星 这颗五极星 在子宫 所以这种五煞 所以这种五煞 或者五煞 双性的碰撞组合 我们就可以归纳出他的通信 就是第一点 就是第一点 主宫杀 因为五漆星 刚刚已经陈述过了 他是一颗将星 而这颗七煞 也是一颗大将星 这就是双将星 入命 或者是五旗在命宫 而对宫有七煞 来跟他相互回应 也相互影响 所以无论是双将星 入命 或者五旗这颗将星 在命宫 对宫又有一颗七煞星 也是大将星 相互回应 相互影响 这样的组合 地主宿杀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在命宫 就代表这个人 比较具威严 当然 含有肃杀之气 为人 更是性肝苟结 因为双将星 因为双将星 会合 一定更增加他的性肝苟结 而这种双将星的会合 除了更性肝苟结之外 也代表 也代表 在处事方面 就会太有原则性 第二点 五旗星 是指挥朵树的第一个大财星 他是财星 而天如这颗星 是一颗酷星 所以 所以 若在命宫 当然 地主 这一辈子的我 有财 有库 在某有光言一样 财博族 不作命 对空有 酷星来造 所以 第二点 就是 主这一辈子的我 主有财 第三点 刚刚提过 个性 所谓 更性肝苟结 做事情 他有原则性 所以 这样的组合 你命宫在 指挥毛油 都代表 这一辈子的我 往往会因财务 而有官徽 寄过 或者财务的纠婚 或者被误告 都是因为 太性肝苟结 做事情太有原则性 而图悬 这一颗武器心 的财博族 反而是 漏在于古书 就是古代的紫微斗树 所谓的 武器在 指挥毛油 这一辈子的我 往往容易 因财 遍求 因财 遍求 这一辈子的财务 就是我刚刚 税务单位 服务 因为你做事 做事情太有原则性 不接受 官说 则 幕后 耐之黑手 必然会修理你 会让你有 因财 并求的 困窘 再来 我们要来研究 在晨曦 丑位 也就化归位 第二组 他的排列组合 譬如说 你命功 在丑功 有武器心 而童功 会有 康然心 而对功 没有正要 这样的排列组合 假如在成功 是你的命功 武器心 做命 对功 有康然心 跟你相互回应 也相互影响 反之 你命功 做卫功 有武器心 童功 有康然 而对功 没有正要 这样 你是在西功 做命的 有武器心 童功 没有正要 但是 对功 有康然心 来跟你相互回应 也相互影响 换言之 换言之 武器这一颗心 在 晨曦 丑未功 要不是 童功 有康然 就是对功 有康然 这样的组合 我们可以归纳出 他的通信 就是 主横花 所谓 主横花之格 第二个 也呈现 呈现出 这一辈子的我 往往主 印不好 印不佳 这是 武器心 在晨曦 丑未功 童功 有康然 或对功 有康然 我们可以规划出 这样的通信 那么我们先来介绍 主横花 比如说 你命功 在丑功 做命 有武器心 童功 有康然 这颗武器心 我们介绍过了 它是紫微斗数的 财博主 是第一颗 大财心 即使有第一颗 就会有第二颗 第二颗财心 就是 湯南心 所以 命功里面 有第一颗 大财心 又有第二颗 大财心 基本上 的解像 是这一辈子 我主 有财 不过 第一名 第二名 都落在 我家 这种有财 属于横花之财 属于横花之梗 这是 武器心在晨曦丑位 的第一个特质 当然这里 我要再做进一步的收入 这种横花之格 有三种 特质 第一种特质 这种横花之格 就是中年 晚年 花的话 是最理想 叫早花 早年花 所谓早年 就是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横花的话 往往守不住 所以朵树有这么一句话说 所谓的 五贪 不花少年人 五贪 不花少年人 早花 则 必主早破 横花 也横破 叫做 有不住 中晚年 花 不错 这是 五贪 称为 横花之格 的 第一种特质 第二种特质 这种横花之财 无论是 投资 或者是 投机 皆可 这种投资 连投机 都可 但是 这种横花之财 就有一点 就有一点 所谓 钱财 本事 流通物 钱财 本事 奴统 浮营 所以这种横花 横花之后 一定要 一定要部分 比如说五% 比如说三十% 回馈社会 建筑 建筑 建筑给孤儿宴 救济宴 或者是 正宁法师的 辞职 因为毕竟它是横花之财 这种横花之财 这种横花之财 如同浮营 一定要部分 回馈社会 火则的话 会影响 你的福财 严重的话 甚至会损及 你的受益 这是 舞坛 横花 的格局 的第二点 要注意的 第三点 或许 是各位网路上 的朋友们 最关切的事 假如我是 舞坛在命宫 我是属于横花之格 你讲的第一点 我也了解了 步伐少年人 你讲的第二点 横花之后 要回馈社会 我也懂了 而第三点 就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横花 What time 什么时候横花 这是 舞坛在命宫的人 往往最关切的 就是这一点 那么在这里 我来做进一步的 就是当你的大印 我们大印呢 是用这个红色的符号 上面假如天 夫妻宫 就是这十年的 阴远位 假如天命宫的话 就是这十年的我 命宫就代表 这十年我所有的一切 所以要论这十年的 零零种种 就是看大印命宫 而他的功干 假如是己干的话 假如是己干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称 你这十年 叫做左 左的是什么呢 这个吉的印 叫做左己印 因为刚刚已经陈述过了 大印的命宫 就是代表这十年 我所有的一切 因此 公干是己 集灰出来的 路前科技 就是要论述 这十年 我所有的一切 这十年 所发生的零零种种 大印的命宫 就可以论 这十年我的婚姻 我的身体健康 我的财印 我的事业印 叫做这十年的 所有的一切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吉 我们在吉主约 各位已经很熟悉了 吉 使得 这颗 五旗心 化露 吉 使得这颗 康南新 化钱 所以大印的命宫 化露 化钱 进来本命的命宫 我们讲 用文字的陈述 就是 大印的命宫 化露 化露 进来本命的命宫 这就是我们 在吉主约的课程 设定为 A宫 化露 化钱 进来本命的命宫 就是向所露的宫位 我们设定为B宫 则理则依 告诉我们说 大印的命宫 加本命盘的命宫 加本命盘的命宫 等于 化露 跟化钱 所以等式的左边 是这十年的我 加这一辈子的我 等式的右边 就是化露 跟化钱 我们曾经介绍过 双向的碰撞组合 露 钱 就财官的主角来说 叫做 财官皆明 无论论财 论事业 叫做大好特好 财官皆明 这种入钱 代表很多 论事业 甚至是跨行跨业 论财官 就是很多 所以刚刚提到的 这种五摊 混乱的隔击 投资 投机 皆可 就是入钱的 特质 所以这十年的我 加这一辈子的命宫 本命盘的命宫 等于入钱 就是代表这十年的我 走的是举印 就是 横花之格 横花在这十年 刚刚有写过 What time 什么时候 就是这十年 所以 我们知道 这门命理学 就是一门 功向心三合一 丙定空做五摊 四星成 一样要配相 加以丙定物极更新 人魁挥出来的 陆全科技的相 做功向合一 做功向心三合一的 一门完整解义型 再来就是最后一组 就是这个五摊心 在迎生四害功 比如说 在 云功的话 是你的命功 有五摊心 做命 同工有天向心 而对功有破金心 跟你相互回应 也相互影响 当然 相对来说 你五摊心 在 身功 作命 同工有天向 而对功 有破金 在 四功 五摊 作命 同工有破金 而对功 有天向 反之 一难 就是 你命功 在 害功 作命 同工 有破金 而对功 有天向心 来相互回应 也来相互影响 所以 我们很快的 就能掌握 这颗五旗心 在 云生 四害 云生四害宫 要不是 同工 有天向 而对功 有破金 就是 同工 有破金 而对功 有天向 这样的 五相破 或五破相 的组合 我们可以 归纳出 他的通信 第一个 就是 主 一马 奔破 第二个 韩代有 所谓的 洞中 求财 当然 也代表 这一辈子楼 蒙王 呈现的是 主 破 号 所以 这里 我来先 做说明一下 命功 在 云生 四害 功 这四个 就是 这四个 功 就是 叫做 四麻 之地 云生 四害 功 就是 叫做 四麻 之地 你命功 在云生 四害 基本上 就是 主一马 因为 你的命功 就是在 四麻 之地 所以 这一辈子楼 往往 所谓的 主一马 奔破 这种 一马 本就 含有 洞的 里面 而 五向 或 五破 向 里面的 这一颗五屈星 是紫微朵树的 财博组 所以 这样的组合 往往是 表征这一辈子楼 所谓的 所谓的 属于 动中 求财 的格局 再来就是 第三个特质 就是 主 破号 是因为 这颗破金星 就是一颗 破号之星 那么 无论是 五破 项 这个破金 就是在你的命宫 或者五项 破 破金 就是在你的 牵你 对宫 这个破号之星 来对照你 或者 这颗破号之星 落在 命宫 当然 必主破号 所以 这样的组合 我们可以 具体的来 陈述 明命宫 五其重命 何实在 迎生 施害宫 第一点 代表 这一辈子楼 王王主 所谓的 一马奔波 含在 洞中 求财 这种 一马奔波 也含有 破竹离乡的意味 因为 破金星 就是一个 破号之星 破竹离乡 的意思 就是 远远的 离开你的 出生地 到外面 去谋生 但是 谋生的 性质 往往是属于 洞中求财 的性质 所以 主一马奔波 洞中求财 含有破竹离乡 巧逸为生 巧逸为生 以五十年前来说 台湾属于荣业社会 布袋西 布袋西 是那个年代 最大的 享受 跟享乐 那么 布袋西盆下 这些 卖 莲花糖的 或者是卖 捏面人的 这些都归属于叫做 巧逸为生 当然 寒带 洞中求财 因为 明天 这个布袋西的 戏团 可能到另外一个村庄 这些卖 棉花糖的 卖水果的 或者卖 捏面人的 他们也赶到 下一个村庄 洞中求财 当然 这样的组合 假如是 云影众生 尤其是 上半阶级 反而组不错 反而是 中阶以上的 职务 但你现在 来说呢 现在的社会 结构来说 这种巧逸为生 就要以这个 现在的社会 架构 来做 性的前世 所谓巧逸为生 像在 烹饪方面 那么在 这种 所谓的 其他的 像 雕刻 都是 归属于 巧逸为生 第二 就是 这一辈子的我 往在婚姻 家印 家印 失业 或身体健康 这四种 往往有一种 或一种以上的 破败 因为刚刚提过 这颗破金心 就是一个 破号之心 这颗破金心 另一个特质 它也是一颗 失 夫子奴 的心 因此 因此 往往的破号 就是指 婚姻 或者是 家印 的破号 或者是 失业印 的破号 你的创业呢 往往最后是不了了之 或者是身体健康 这四样中 往往 会有一种 或一种以上的 破号 换言之 失与 五旗这颗心 再 延伸 失业功的特质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各位